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 我是秦伟平 本期的话题是 全民共振 五一上街与千分之一定律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由 Hello China 你好中国和孟百合床店 Metri City 联合特约播出 在最近最受舆论关注的事情 应该就是现在正在召开的一个全国人大会议 那在3月11号通过一个决议案 就是修宪法案 所有的人大代表参与了都参与投票 然后结果就是没有悬念 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一个任期是取消了 那这样子为习近平无限期连任 奠定了一个法律的一个基础 有人说是311事件或者说叫311政变 然后有人说3月11日开始中国就迈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个习近平先生他没有称帝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习皇帝登基 甚至有人拿出来说这个最高人民法院他特色的有3万多名犯罪分子吧 然后请习近平签字特色大色天下 因为古代在中国漫长的这个封建王朝的岁月里 给新皇帝登基呢就要制造一种购物生平皆大欢喜的场面 然后大色天下对吧 所以习近平先生呢 这次修宪法案通过也大色天下赦免了3万多人 然后我打了个问号 我说里面有没有政治犯被赦免 其实最需要被赦免的是一些政治犯 因为政治犯和其他的比如说刑事罪犯是完全不同 对不对 因为一些政治理念或者政治行为被关到监狱里面 当然这只是我们一个奢望而已 是不是 那中国政府从来就是对所有的反对运动 从来不会手软 一方面是对党外的反对运动 严厉的打击 扼要在萌芽状态 对他党内的反对运动 基本上都是痛下杀手 是不是 中共的一个历史上 多少他们党内的这些反对派都被干掉了 干死了 在监狱的养老送中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奢望 所以中国未来接下来往哪里走 怎么走 这个真的是让每个中国人可能不得不面对 不得不生死的一个问题 我一个基本的判断的其实 就是中国接下来一系列的危机里面 那中共政府呢 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这个习近平先生 他就是可以说说扫清了他无限期执政的一个障碍 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他种中国政府要面临的这种危机 对于他们中国执政党来说 共产党也是一个面临生死成亡的在那个机会 当然在官方的宣传里面 他肯定是要在2050年要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水平 是不是 然后讲了这种这种话当然是非常好听的 很动听的话 不然怎么会有14亿人都会听着跟着他们去走 跟着他们指挥去走 是不是 这里面就有很多政治艺术在里面 当然这个艺术要打个引号 一方面手上拿着一个国家机器 一方面拿着一个洗脑的机器 对不对 暴力机器加洗脑 这两个法宝可以让他们无往不前 所以从 虽然拨拨择择很多 但是确实是屹立不倒 那习近平先生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这个修宪法案出来之后 海内外都是很关注 也有很多人批评 主要是海外有一些声音批评 国内可能没有看到公开的批评的声音 因为要么是发不出来声音 要么是不敢发声了 然后那些人大代表 大家看到他们接受采访 都说得非常动听 甚至有个人大代表说 那个日本天皇也没有任期制 英国的那个女皇也没有任期制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主席需要有任期制 也蛮搞笑对吧 然后特朗普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都说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他说好像开了句半开玩笑的话 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这个权力的诱惑 对于每个人来说 可能都是非常非常大 我现在可能 经常你大家听我讲 我也讲追求中国民主宪政什么的 自由啊 但是如果真的是 我也在那个位置上 我不敢保证 我会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 不会说迷恋权力 怎么样 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人 我只是知道说在美国历史上 他的一个开国总统 华盛顿 他只做了一届就没有做的 告老还乡 有人需要他留任继续做 他就主动放弃了 这样的人毕竟非常少 何况是中国现在这么大一个国家 然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 历史转折的这种局面 所以 于公于私来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真的是很难 很难去讲 现在大家怎么评价 可能不太重要 如果说 几十年后 一百年后 然后中国人的评价 可能会 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所以 这是我们中国 改变中国国运的一件大事 但是我们确实又没有办法去参与 这种无理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那这两天 其实伴随着这个休闲运动 轰轰烈烈的海外 已经有两位 可以说是反对派人士 一位叫吴建明 一位叫李一平 然后他们做出视频 然后他们因为也有 这个YouTube的自媒体 然后说 说国内有88位 维权人士的委托 然后再呼吁发起 在5月1号全民共振上街 然后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当然那个诉求 我看了一下 那个在推特上 也没有说非常明确 有的说是最好不要有那种政治意味太浓 怕打压得很厉害 有的又说要反共 要推翻共产党 要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 可能他们需要更理清一点 到底是一个闪步上街的运动呢 还是一个反抗暴政的运动呢 你的主要诉求是干嘛的 是不是这个越清晰越好 可能会更动员更多的人 我只是这么这么一想 在前两天呢 我是有碰到那个 中国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 严家琪 严老先生 我在春节的时候 有专门去跟他办一年 然后跟他聊了很多事情 他也给了我很多建议 那前天是无意中碰到了 我在一场活动上面 他看到我 然后主动找我聊 他说 小琴啊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伟评 你有没有看到 那最近那个吴建民的一个视频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 他们要做全民共振上街 鼓励大家武艺上街 他说他很担心 因为现在这样一个局势下面 中共的话 他可能会大局镇压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被抓起来 甚至有很多 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种遭遇 对不对 他表示很忧心 我当时觉得说 我没有表态 我就是觉得 觉得在想一个事情 觉得中国叫什么 中国有句话叫 时事造英雄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事 好像不太 还时机没到吧 就是这种感觉 时机没到的时候 你仓出上阵 会不会事与愿违呢 我实际要打个大的问号 所以也有很多人问我说 秦先生 你要不要参与这个 支持参与这个全民共争的活动 你要不要鼓励 发动你的支持者去参与 我没有公开表态 或者说表态有人不太清楚 所以想专门做一期节目 表达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供大家参考 首先来说 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 就是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海外 你做一个公民 一个公众 你是有上街的权利 永远都有上街的权利 不光说是五月一号 你每天 每一年 你都有为自己的权利 呐喊的 这个 对不对 一个机会 应该是这样子 正常来说 我们中国的宪法 也保障公民这种权利 实际上 大家 大家去 实践行这个权利的时候 是困难重重 如果有人参与过 可能就知道 那 有这个权利 呃 我们 这说明所说明 我就没有办法去反对 我不会反对大家去 去不要去上街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会 呃 就 过去啊 呃 一些 案例 还有现在一些状况 还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呃 可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可以 可以供大家参考 那首先我知道说 现在这样一个局势下面 国内是高压维稳 啊 这个维稳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梁慧刚通过的 说那个维稳支出 又又一次超超出军费 而且是高达 到了历史新高 1.2万亿人民币吧 啊 超出军费 好像是1000亿左右 我没有看那个具体的数字了 因为这个数字 嗯 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所以他们是有很多人力物力 啊 起来对付这些 所有的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力量 啊 是这样子 不管这次 他的一个背景是 是党外人士发起的 就民间的 反对者发起的 还是他们背后会不会有 有他们宣称的一些有 中国体制内的高级干部参与 啊 其中就有 我不知道是 是 是为了去 一种宣传效果 还是真是有 比如说他们有省部级官员 甚至有中央委员 在背后去参与怂恿呢 我不是很清楚 其实有也正常 没有也正常 就是这样这个状况 因为习近平这是修宪 他其实伤害的最大的一个群体 并不是14亿普通老百姓 对14亿普通老百姓来说 你你是胡锦涛去做 习近平做 还是江泽民做 差别真的不是太大 最大的是什么 是他们党内那些高层的这种政治精英 本来说大家五年轮一次 十年轮一次 大家都有机会去做最高领导人 现在来说习近平可以说 在未来20年30年 只要他身体健康允许 中国共产党还在执政的时候 那这些人的政治前途全就是没有了 至少是冲击最高 这个政治位置的天花板 就看得非常明显 习近平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而且怎么说呢 我说一句话 叫他们互为敌人 习近平会把所有未来 能挑战他执政的人 比如说他党内的 这些60后70后的那种精英 他都会当成他们的敌人 一定在政治上会有动作 会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 也是 那这些60后70后有野心的 同龄人都败给习近平的 对不对 有野心的人 他是不是在中国未来 发生很大的一个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的时候 会出来造反去 去把习近平拉下马 理论上都有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 当然我就觉得说 现在这个时机好像不是 不是很确切的 如果说有生命的力量 在背后支持的话呢 那可能还能有一点点动静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种动静 其实非常非常小 我小到可以举到两个例子的 就是在1989年六四之后 那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对他们中国政府的 一个冲击的一个 比较广泛的 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政治运动 之外 这么多年 几乎都没有什么大规模的 全国性的这种政治运动 以政治受求为主的 我觉得有两个可以去讲一下 可以参与的一个 给我们一个分析的对象 可以研究的对象 一个就是在 中东北非那时候 在 好 说起来现在也好多年过去了 茉莉花革命的时期 当时最早的时候 利比亚的一个小贩 被打死了 然后引起全国的这种连动 然后把那个利比亚的总统 卡扎菲都推翻下台 而且卡扎菲本人还被打死了 这样子 大家可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件事情中东北非的这个茉莉花革命 因为席卷了很多国家 包括埃及啊 是不是很多国家 然后对中国的这种 老百姓的内心啊 特别是关注中国中国民主转型的 这些老百姓内心 还是很多触动 所以在海外有人匿名发起了这个 中国也要搞茉莉花革命 要大家去在每个周末什么时间 然后上街到你到你城市最大的广场 去聚会 然后去好像去默默的施加压力这样子 但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当时政府是非常非常重视 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去打压 当然抓了至少是有几百人吧 然后问话也好 去扣押也好 当然也有人会判刑 对不对 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事情跟中国 根本就没有成为一场运动 但是确实以代价是很高的 抓了可能几百人这样子 那有些人胆子小了 可能那次之后 就永远推出这个政治反对运动的舞台 那有些人可能离开中国 当然有些人还在坚持 就每一次就是一支 就是三选的过程吧 是不是 那这一次我认为 茉莉花运动其实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但是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 它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反对运动 对不对 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很现实 以反对派 反对者是完败为标志的 真的是 你毫无还手之力嘛 是不是 而且你起的社会影响非常非常小 几乎没有 那另外一个 就是在我记得应该是 六四 二十五周年的时候 然后有海外 发起说一个叫重回天安门 一个运动 重返天安门 希望说在六四二十五周年那天 然后海内外有自知识 都可以到天安门去聚会 去悼念这样一场历史事件 对不对 来 世纪当局 出动当局去 可能去变革 还是说去反对 这样子 就是有这个诉求说 重返天安门 但实际上有多少人去了呢 因为当时我还是刚到美国不久 我是很关注这件事情 那当时是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 我知道有两个人去了 就因为这是活动的主题去的 一个是一个年轻人 可能在网上看了这个消息 大概去天安门广场 然后去拍了一个自拍 然后就发到网上去 那现在那个人好像也没有消息了 好像是来到美国了 Anyway 我们不管了 另外一个人就是从海外回去的一个 朱峰索先生 他当时是六四的时候遭通缉的那个21个什么学生领袖之一 他的行动力还比较强 他拿的是美国护照 然后利用那个签证的一个制度一个漏洞 大概是48小时外国签证 美国签证可以在那里 不用过境的时候 不用再签证入境48个小时 所以他坐着出租车 然后在那个天安门 可能长安街吧 过了一遍 然后起码也是重返天安门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勇气还需要点一个赞 但实际上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也是非常非常弱 几乎没有 可能媒体就报道了一句 就这样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现在其实比几年前这个社会维稳力度更强 特别政府的力量更强 他比如说他的国家安全部啊 还是说他的国公安部啊 他们花了更多的力量来保卫他们所谓的政权的稳定 把所有的反对力量都监视起来 或者控制起来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一次这个叫全民共振五一上街 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不对 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如果说这个活动成功了 我们得鼓掌 觉得说非常不容易 非常难得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对不对 如果失败了 大家也有这个心理准备 其实他们花那么多 就是你说有时候说 那个力量悬殊说十倍百倍 就是可能千倍万倍的这种力量的这种对比 比我们强那么多 还何况说这次国内发起人有88位 我不知道88位里面是一个实数还是个虚数 有可能是8位还是有800位 它这是一个像证性的符号 当然以我们对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了解的话 这个国内发起人里面 一定会有中国政府的一个卧底在里面 代号是不是叫风筝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我相信一定会有 所以他整个活动的 他一些所谓策划的这种 所谓的机密什么的 一定是他们被国家有关部门是牢牢掌握的 所以他们这一次重拳打击 全力以赴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十九大刚刚召开不久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对不对 很敏感的一个时刻吧 我相信即使他们党内有所谓的这种斗争也好 有人对习近平取消这个任期是很不满的 想去表达反对声音 或者对前五年那个反腐对吧 利益受损 他想去搞个破坏也好 或者去做一个博弈的筹码也好 一定会有更多的忠于他们所谓忠于这个体制的人 去去去去打压这个事件 所以最后结果可以想象 中国一句话叫天时地利人和嘛 我觉得 这三条可能一条都不在 所以这次活动 我不是很看好他能成功 我只能这么讲 当然我会觉得他们有这个权利 包括国内的维权人士 还有海外的维权人士 海外的反对派人 你有权利去表达你的受益 你上街嘛 很正常在西方民主国家很正常 在中国他政府不允许 你可以上街 你在五一的时候 你发你所有的那个影响力发挥出来 看有多少人上街 是不是 如果你正不一呼 说有几万人 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上街 那说明你的 你的影响力很大 然后你的那个政治判断力也很准 然后呢 你有机会跟那个现在的中国政府 你可以跟他博弈 对不对 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如果没有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 对不对 就好像之前那个茉莉花革命 还有那个重返天安门 对不对 只有 就这样子 最多应该重返天安门 只有两三个人 在 在这样真正的参与 然后 那个茉莉花革命 没有什么动静不说 反而抓了几百人 对不对 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这其实有时候 就损失可能比你收获会更大 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态度 我觉得这是 时机来说 从时机来说 我认为 不是最合适的时机 你们可以去做 我不反对 但是呢 我本人我没有办法去参与 然后我也不会 鼓励我的支持者说 大家去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 你去上街 在5月1号上街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呼吁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立场 当然有没有 积极意义 当然会有 不管怎么说 在现在这个 这个叫万马 奇案的时代 对不对 大家都不敢发生的时代 有人站出来 其实鲜明的去表达自己的声音 这也是一种勇气 有人说这是 不管什么代价 是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表示一个敬佩 你真的是 但是有不会比没有好 这一点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它是有进步的价值和意义的 另外一个 这个事情 不管它的结果是好是坏 最后我们从研究中国民主走向的这样的一些人 或者有志于推动的话 你是有参考价值的 你可以有研究价值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 这样子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对于参与的人 发起人 主要发起人 包括国内的匿名的发起人 还有海外的 你公开发起人 那这些人来说 你需要 需要承担自己的一个叫政治责任也好 这个事情成功了 这个功劳肯定是你们的 如果这个事情失败了 你们应该承担怎么样的政治责任 这是你们自己要 需要思考的 也需要面对的 那对于参与的 比如说国内的普通的参与者来说 你要评估好自己应该存在的一个风险和责任 你自己想清楚 提前想清楚这些事情会比较好 不至于事情突然发生 然后你自己就完全就 就不在状态 也很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要参加一个政治运动 政治活动 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是不是 这是我觉得 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这个千分之一定律 为什么我之前在中国危机大逃亡里面 讲到千分之一定律 我其实 其实已经设想到 知道中国未来有一天 一定会有大量的这种公民上街的活动 那是在什么阶段 就是在金融危机和 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经济危机爆发了 然后会有大概长达两年左右的一个经济萧条 在那个时候老百姓实在都崩溃了 受不了了 对不对 失业了 然后吃不饱饭 然后是会爆发大量的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这个时候 上街的人才达到一个高峰 而且很有可能是超过1989年 那个六四运动的那个高峰 那这个时候才会 引发一场官民的大博弈 会引发政治危机 引发中国政治的一个变局 这是我们 我在几年前那个逻辑推演出现的那种画面 所以 那个时期现在当然远远还没有到 是不是 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我不好确定的是哪一年 但是 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 实际上我们看 刚才讲了 从1989年之后 中国的所谓的反对运动 可以 拿出来讲的 可能我刚才想到了 就上街的这种行动 就是一个是茉莉花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重返天安门 当然有人会说 比如说刘晓波的那个08宪章 这个签名算不算 你可以算 包括98年的那个中国民主党 这种主党运动 可不可以算 当然可以算 但是他不是以上街这种形式为主的 真正的 你像古代说那个官兵民反 可能都要造反 要兵戎相见 其实现在你反对办 没有办法去 至少是武力去造反 我没有看到这种可行性 所以更多的是以这种 非暴力抗争的 或者叫上街也好 是一种抗争形式 为表现街头抗争 对不对 像香港的那个 雨伞革命 雨伞运动 它是以街头抗争 占领中环 这样的行动为 形式作为表现方式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未来肯定大规模 这种社会危机的时候 老百姓还是会 会上街 那这个上街的比例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研究的这个千分级定律 或者叫百分之一定律 是不是 我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 在中国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 其实全世界可能 人都有这种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对不对 一件事情 根据自己利益相关 你知道之后 你会不会参与 那不是每个人都会参与 就好像 这是那个人大投票 对不对 有2987名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 都是精心选择的 就是 党和国家精心挑选的代表 基本上都是听话的代表 要拥护党 拥护国家的代表 不能批评党和政府的代表 所以像我这样子 一个状况的话 很难进入他们那个 人大代表的一个体系里面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OK 即使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他们内心 很多人也未必能接触说 习近平可以做皇帝 可以永续执政 对不对 很多人也不 你要真的问他们内心的话 他们未必同意了 他们知道 看到中国党的政党历史 中国政府里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权利 如果没有受到制约的时候 会发生很多他们 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不是 你像1959年 那个大跃进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未来会不会发生 只有天知道 所以我觉得大家内心 还是不愿意接受 但是你去 他们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媒体采访 他们肯定说支持修宪 甚至有代表刚才说的 那个日本天皇 可以无限期 对不对 中国为什么不行呢 国家主席为什么不行 就各种各种人 这种表现性人格都出来了 是不是 那实际上还有两个人 投了一个反对票 那其实差不多也在 我们预测的一个千分之一的 那个定律里面 只有大概千分之一人 能去 在承受一定风险的情况下 他愿意去 去站出来表达自己立场和声音 对不对 当然有人说 这两个人会不会是 他们安排好了 怕那个说百分之百 支持同意 像朝鲜一样 会不会太难看了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就证实了 所以这个千分之一定律 其实是有章可循的 我觉得在整个 就是中国危机大逃亡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观点 在未来的 蓬勃发展的社会危机 就当局压不住的社会危机的时候 如果上街的人数达到千分之一 你才 你可能会引发这种社会变革 千分之一大概怎么多少人呢 一百四十万 中国如果十四亿人来算的话 一百四十万人上街 你才可能引发这种 全民共振的效果 当然这个全民要打个引号 不是十四亿人都上街 就是千分之一 就可能会引发变局 但是想真正的推动这个社会 不可逆转的就变化了 要百分之一 你要一千四百万人上街 那个政府就完全就跟着你们走了 那个镇压的那些军队啊 武警啊 他都会跟着老百姓上街去了 没有办法 一千四百万人上街的时候 政府再独裁再强大的政府 他失去了镇压意志 这个历史就要直接改写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 未必是那些社会活动家 那些政治家 反对派的领袖人物 未必认可这个观点 当你的组织能力 动员能力 你的掌控能力还不能 或者某一事件的能力 还不足以引发 一百四十万人 千分之一人上街的时候 你的胜算其实非常非常小 在任何国家可能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次 比如说五一的时候 全民共振上街 会有多少人上街 如果有一百四十万人的话 至少成功一半了 如果一千四百万人的话 已经可以成功了 但是我目前看不到 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可以带动那么多人去上街 当时1989的六四的时候 当时应该是一个契机是 叫胡耀邦 他好像是离世了 然后悼念他 以这个形式引发了 对不对 历史事件就是很多 很偶然性的因素 是不是 不是某一个人去组织策划的 六四我不相信任何人 可以组织策划的 包括我们说 你真的是有心摘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不对 你重返天安门也好 你茉莉花革命也好 你有心去策划 你完全策划不出来 只要你想到了策划 想到了那些 那些国家安全部 公安部 还一定会找到信息的 然后一定会把你扼杀 在萌芽状态 是不是 这是肯定的 只有大家都想不到事情 他才可能会成功 你看中国每年爆发的 这个几十万起群体事件 有哪一件事有人为策划的吗 都没有 都是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 然后地方上的 当然是经济诉求为主的 然后一下子风起云涌 几百人少了几百人 几千人 多了几万人几十万人 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很有经验 所以那么多的维稳经费 他都可以把大家去分化 去镇压 去瓦解 对不对 能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社会稳定 所以说 李一平先生 他们在之前那个变局策 提出来的全民共振的观点 我其实基本认可 如果全国各地的这种群体事件 大家在同一时间爆发 或者有个联动的话 那个威力是很大很大的 你政府再多的军警 你几百万的军警 也镇压不了 真的 没有办法 所以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官民和博弈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 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说 现在没有这种 这种事件 比如说习近平修宪这个事情 在中国老百姓里面 有多少人说 愿意觉得这个事 我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像袁世凯当皇帝 我接受不了习近平当皇帝 我要上街去抗议 有吗 而且这种上街抗议是冒着风险的 中国政府可能会把你抓起来 会判刑 全中国有多少人会站出来上街 有吗 我非常不看好 所以 我觉得 这个天时很重要 这个事件契机 时机不到 我个人的理解 那另外 如果说很多人的破产都失业了 饿肚子很久了 吃不饱饭很久了 然后某个偶然事件发生出来 大家会不会上街 我觉得那个时候上街 你不用鼓励 不用去发动 我们要上街 不用鼓励 大家都上街 自然的 就是顺势而为 我经常讲的顺势而为 你要 你要根性这个时势 现在这个时势 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至少他经济没有彻底崩溃 他手上掌握了公权力也好 国家机器 暴力机器 掀穿机器 这个老百姓是 敢怒而不敢言 可以这么说 你上街 你去跟老百姓去走访 在骂共产党的 骂政府的 很多很多 我觉得 至少超过一半 我不敢说百分之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五是骂政府 是正常的 你在美国 有没有百分之五是骂政府 我觉得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但是心里骂政府 或者嘴上骂政府 和你叫你上街去反抗政府 完全是两码事 是不是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上街是要冒着风险的 在美国上街 可能是要花自己的时间 精力去上街 去游行 去抗议 不管是某一个公共事件 还是政府 你在中国是意味着 你人生都可能遭到风险 这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是不是 所以说 这是五一 全民上街 全民共争 我希望他们都 我不反对 我觉得是以公民的权利 你可以去做 但是大家要有一个 一个真的是要 想清楚是怎么样 也要想清楚 自己承担了政治责任 自己承担政治后果 想清楚去做就好了 你人生无怨无悔 是不是 我不支持 也不反对 我自己不会去 也不会鼓动 我的支持的去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实际味道 至少最好的实际味道 当然有人说 那那个 秦伟平就你聪明 你就等着实际 你等到天荒地老好了 实际上来说 李继平说过一句话 我看到他推特 因为我们推特是好友 我看到他的一个发言 他说 未来三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习近平他会 更加严控这个中国社会 未来就是说 意思就是这个五一 你不上街 未来就没有机会上街了 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你要上街的话 未来肯定是有机会 而且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他这样判断 有他的一个道理 然后他认为说 以后会越来越难 难肯定是难 你没有说大的一个 国际国内这个事件 去触发的话 的确是很难 空间会很小 那他这样去表达的话 代表他的一个政治判断 然后我们这是 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不会说 去阻止他们 去做任何事情 也去打击不会 我们就只能说是 怎么说是 默默的关注啊 当然我也希望 大家不要付出 太大的一个代价 这是最不愿意 看到的一个事情了 我只是说 把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 我一个千分之一定律 我在这里 节目里再讲一下 对不对 这些参与者 或者说 更关注中国民主运动 转型的人 社会运动的人 看看有没有价值 如果有价值 你们可以参考 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 应该顺应这个形势 然后呢 积蓄你自己的力量 还有影响力 这很重要的 我刚才讲的 那个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定律也好 你是要大家知道 你这个行动 这个事情 有没有人去 大家压根都不知道 比如说你现在 88个国内发起人 或者海外两三个发起人 知道你的人 可能加起来 可能是10万人 把你所有的 喊不嗓子 就10万人知道 那10万人 如果是千分之一 是多少人呢 大家算算 这个很可怜的一个数目 是不是 这说明 这个博弈实力相差太远 太远 最后就变成 不是一个政治行动 是一个政治行为艺术了 当然这是我们 看到的这些反对派 现在面临的这样的 是一个不利的局面 确实是 确实是时间 时间比较 时间不在这一边也好 说了 同俗一点 因为中国政府 现在真的花了太多的精力 来对付所有的 他党内的反对派 党外的反对派 就是民间的政治反对派 打压得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没有必要说去 去掌他人士气 灭自己威风 但是应该要是 怎么说呢 也绝对不能说 妄置政大 或者妄置菲薄 这个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就是中国未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 我在这本 中国危机路线图里面 中国危机大逃亡 那两本书 我都讲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 在整个中国最后爆发 因为经济崩溃 爆发这个大面积的 社会危机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在书里面 都没有鼓励大家 去上街去抗争 我只是说 你要征从你自己的内心 你自己做决定 因为抗争都意味着风险 需要你每个个体 去承担自己的风险 我们不能说 我鼓励你们去抗争 然后你们都牺牲了 然后我自己没有事 至少我自己 不允许自己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只是说 在实施变化的时候 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决定 忠于自己内心的决定 而你自己 每个人的决定 包括我多次提醒 这个中国危机大逃亡 你是留在中国 还是移民海外 还是暂时避开 这个中国现在 这个集聚的 这种社会变化 对不对 你是自己的决定 你的决定会影响 你自己的未来 你家庭的未来 你家族的未来 那每一个个体的决定 最后影响了 整个国家的未来 那你想一下 如果整个国家 14亿人都没有人 去发生去抗争的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中国会往哪方面走 是不是 所以这一期节目 我只是说 供大家一个参考 也表达 我自己这个立场 一个观点 当然有可能 有人说 那个所有反对 上街的人 都是 都是 就是帮 帮中国政府维稳的人 我就觉得说 他们可能有时候想法 实在是太过 怎么说呢 还是那种二元思维 什么非黑即白 你不是好人 就是坏人 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人 就是反对的人 其实我们更多人 都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不要把自己 想象的那么伟大 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是我们普通人的 需要的一个普通的生活 这样子 真的是要求也不是很高 你又没有办法 这个社会巨变 你都会裹结在里面 你愿意或者不愿意 其实最后 都会受到这种 社会大气候的一个影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次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一个支持 我们评论第二季 可能也很快要结束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真的是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特别是 有需要购买这个 中国危机路线图 中国危机大逃亡的朋友 已经有几千人购买了 我其实有预计 中国危机大逃亡会有 一万人购买 我也不指望说 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人会买 因为我知道 从你知道这本书和你 采取这个购买行动 这里面都有一些关系的 也是受那个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人影响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这个数据是 不是乱来的 真的是 你知道一件事情 自己和你采取行动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包括说这是全民上街一样 你知道这个信息 和你愿意去上街 承担这个风险 承担这个责任 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然我们都希望说 每个个体有更多的 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 愿意付出更多的切实的行动 去为改变自己的国家去努力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不光是上街 这唯一的形式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需要购买这两本书 继续可以通过我们PayPal付款 就是那个 韦平勤 1980 atgmail.com 国内如果说 不能用PayPal付款的话呢 PayPal付款的话 也可以说发邮件给我们 我们助理会给大家处理 然后告诉大家 国内的支付方式 再次感谢大家的一个 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每天都有财经大事件发生 每天都有时局风云变幻 你可以无动于衷 但不可以装着 看不到和听不见 用力拨开资本迷雾 让公众克服贪婪和恐惧 冷眼观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机背后的真相 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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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